大家好 歡迎回到另一個頻道 我是Danny 溫靈命 現在這件事就叫做Magic Keyboard 我用了一個星期 值得買帽和好不好用 有什麼好和有什麼不好 希望這個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當下一個參考參考吧 講到好和不好之前 當然要講一些資料給大家 它是一個Apple產品 專程為了iPad Pro而設計 但現在iPad Air 2020都能用得著 有兩個不同的版本 一個是只用鍵盤 我這版本有這個Trackpad 很厲害 很高級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的好處是有鍵盤的打字盤 非常有手感 很有質感 以及整個設計的設計都很結實 不會有太複雜的設定 只需要放上iPad就立即使用了 而且你本身後面有一個Mac 只要你放上iPad 它就黏住了 就不會跌的了 你看 多穩 無論你擦在哪一部也好 它都可以同步兩格一起擦電 最方便是給什麼朋友呢 就是他們上班的 或者是去讀書 甚至是做很多BitBitWork 尤其是打字類型的朋友 這個真的很適合你 如果有這個Trackpad 更方便 它就像電腦般運作 不需要你的手指動來動去 兩邊走 基本上跟電腦沒什麼分別 那為什麼呢 最優勢的是什麼呢 就是平時打字的時候 基本上平面電腦都會出一個 Digital Keyboard 會阻礙整個畫面 一半畫面不見了 很難看的嘛 現在可以一次過 一百巴仙用完全部畫面 一邊打字一邊看的 然後它又可以當作一個Tripod 你看可以當作一個Tripod 在不同的角度 去拍攝和拍攝 如果有用到iPad的朋友 去做剪接或者拍照 甚至乎拍攝錄像的話 似乎這個都可以當作一個Tripod 以最後最重要的點是什麼呢 就是型 有了它 最好有型 好好的方面是什麼呢 它有少許重 它本身的機身已經是0.231kg 如果iPad Pro 再加上這個Magic Keyboard的話 它加起來都是1362g 充過MacBook Air MacBook Air是1290g 不如我帶一個MacBook Air出來 這個Keyboard的旁邊 有一個圓形的薯蓉 感覺上有點尷尬 好似如果用久了它會脫掉或退色 而且整個機身沒有好好保護我這個Apple Pencil 雖然說我這支筆可以貼著我的iPad周圍走 不會脫掉 但如果你想這樣出門的話 不小心撞到或撞到 這支筆一掉就不見了 所以有少許危險 你必須要多一個包裝 放好它才可以出門 還有一個很不方便的弱點 它是無法放下桌面畫東西的 你必須反轉才可以在桌面上使用 最不方便就是那些平時很喜歡做筆記 或者畫畫的朋友用 而最後最關鍵的弱點是甚麼呢 就是有些小貴的 大約有1,000多的 幸好是iPad Pro Bon賣給我 所以我沒有那麼心痛 多謝你 總結是甚麼呢 如果你問我值不值得買的話 我認為如果你有預算的話 不妨投資一架 或者你可以買一個沒有這個Trackpad 雖然少了一個功能 少了一個方便 不過也是非常好 反而我認為如果你平時沒甚麼做某些Mini的事 比如說剪接影片、收拾相片 或者做一些效果的話 你可以投資一個平面電腦 不單是方便 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到事務 亦是比較輕身的 如果再配合一個鍵盤的話 當然是微腐添翼 多了一個方便 多了一個功能 不過它不是必要品 不過如果幼了的話 就得意之確可以提升到你的工作效率 好了 這就是我少少的review on這個Magic Keyboard 希望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究竟你需不需要買呢 或者你是不是很想買呢 又或者你覺得還有其他產品 比這個Magic Keyboard好 都可以留言和我分享一下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拜拜 不單是方便可以到處拿來做 不單是方便 到處拿來都是非常之 不單是方便 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到事務 畫畫的話 不妨你可以試一下 但如果你問我 反而我反而覺得 如果你平時有做這個剪接